哈喽,歡迎收看卡爾說球,我是卡爾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日本甲基足球聯賽J1League 22輪 普爾紅鑽主場對陣橫冰水手 台灣時間8月6日,下午6點開梯 兩隊也算是J1的禁旅對決 也是目前關東地區中 德比情懷僅次於神愛川德比的對戰組合 而兩隊本季有交手過一次 該場比賽是由橫冰水手與主場2比0擊敗普和紅鑽 若看過往數據,雙方禁5次的交手 主隊普和紅鑽是取得1勝3敗1合 當中的3敗全是做客 而兩場主場分別是2比1取勝以及3比3合局 雙方交手都沒有在主場吞敗 若要找到普和紅鑽在主場輸給橫冰水手 還要追溯到2019年 以這兩隊近3年的狀況 基本上要單一賽季被雙殺難度很高 可普和紅鑽近兩場賽事都是輸球 雖然是客場 但都輸給主要的競爭對手 分別是大阪櫻花以及名鼓金魚 可以見得目前團隊的防守狀態確實不佳 雖然傷兵也是一大問題 但光防守就可以說是吃不消了 更別提進攻端在這兩場比賽是一球未盡 而橫冰水手在天皇杯的賽事早早被J2的榜首挺田給淘汰 並且在上一次神奈川 得比中也是輸給了川崎前鋒 但隨後在與蘇超的日本友好隊伍賽爾提克的友誼賽中 他們是卯足全力 整場以6比4的比分擊敗賽爾提克 雖說是友誼賽 但可以看到橫冰水手是有所準備 並且戰術運用非常充分 應該也在這場比賽學習到很多東西 但我們回歸到兩隊實力的整體層面來看 顯然橫冰水手仍然是比較有優勢的一方 普和紅鑽除了主場的優勢以及近期交手過比較多J1隊伍外 其餘不論傷兵問題還是整體後防的鬆懈程度 都是輸給橫冰水手 並且橫冰水手在接近兩週的休息中 此次做課並沒有二番戰疲憊的問題 在進攻方面應該是不用擔心 但防守部分仍要加強右側的防守強度 而英雙方都可以說是J1的禁旅 也是關東著名的球隊 兩隊可以說是一個剛龍無比的屠龍刀 一個是輕巧靈動的宜田劍 兩強相碰必有一傷 在這場對決中我認為雙方進球的機會很高 並且看好克隊橫冰水手能夠在本賽季雙殺普和紅鑽 這邊會推薦克勝 大小分為2.5大 比分為1比2以及2比3 也推薦雙方進球 那這集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集見 拜拜